知名歌仔戏小蛋李靖芳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 从小就接触这项传统戏曲 长大之后更认知到歌仔戏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应该要好好的保存跟推广 于是是开始录制专辑 最近是发行到了第三章 特别的是这当中还收录了卡拉代 让喜爱歌仔戏的民众自己在家就可以唱歌仔戏 知名歌仔戏小蛋李靖芳现场演唱 这次在新专辑所收录的歌曲 李靖芳从小跟着妈妈许素珠的明珠歌剧团 四处演出 长大之后开始推广歌仔戏这项艺术 并且开始做专辑 这次的地女花常平恨 是她个人的第三章专辑 非常感谢我们这次能够再来发表 个人的第三章专辑 那么金方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这边 对我们的支持跟栽培 那么我创作这张专辑 除了是一张弹角 属于弹角艺术的整个表现的呈现之外 我们里面有最棒的音乐 最棒的剧本文学 跟一些国保艺师 这些很棒的演员来参与 为了做歌仔戏的推广 在专辑里还收入了半唱袋 让喜爱歌仔戏的朋友 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演唱歌仔戏 感受唱歌仔戏的乐趣 这种东西可以推广出去 就是说喜欢唱歌仔戏的人 他在家里面也可以过过瘾 然后就拿着歌词 我们就对着音乐就来学唱 你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就唱这个角色 那你在家里面 如果你有四五个 我们就来 在家里面就可以来演一出戏 那是很差别的事情 李靖芳在今天的演出 没有穿传统的戏服 但是从他的歌声 就可以感受歌仔戏的美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长林荣森 对此也表示肯定 南投的演力团队 其实是非常的多 而且数字也都非常高 目前全线总共110个团队 那在整个戏曲演出上面 事实上歌仔戏它是非常的难的 因为歌仔戏的表演 它包含了语言 包含了歌唱 包含了乐道表演跟乐趣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非常的审慎 李靖芳表示 歌仔戏是台湾重要的传统艺术之一 希望透过它的推广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歌仔戏的美 让这项艺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吴维迈南投县采访报导 请不含